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液是辆小火车 给全身的细胞当快递 先是把新鲜的营养物质和氧气运送给细胞 再把细胞代谢出来的垃圾和二氧化碳装车带走 二氧化碳简单 直接送去肺部化氧气 那其他垃圾呢 再送去肝脏处理掉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我们把那些对身体无用的有害的有毒的物质 统统称之为毒 这些毒有的是身体自己代谢的 有的是外界吃来的 闻来的 吃出来的 它们被送到肝脏后 肝脏通过氧化了 还原了 结合了 分解了 突然等一系列操作 把垃圾变成无毒或者是低毒稳定的物质 随着大便 小便 汗意等离开人体 这就是肝脏的解毒功能啦 举个例子 血装有种红细胞 死后被分解时 会有种叫胆红素的橙黄色物质释放出来 这会有毒 能造成脑损伤 通常情况下是被肝脏转化成 其他稳定无毒的物质后排出题外的 如果得了乙肝 肝功能一损伤 分分钟都在增加的胆红素 那儿处理得过来 于是血液里到处充斥的胆红素 一个脸黄 眼黄 脸黄的小黄人就出现了 这就是医学上讲的黄胆 一根病人为什么发黄 你明白了吧 要说存储功能啊 待在干燥可说不清楚 说明 现在大家去小肠看看吧 小肠看着很普通 可身体里所需要的葡萄糖 氨基酸 脂肪等营养物质 可都得靠小肠才能进入血液 通过血液运送到全身各个细胞 如果营养物质都堆在血液里 那血管分分钟撑爆了 这时肝脏就出走了 把吃不完的营养物质压缩一下 转化一下 变成血迹小 能量高 易储存的东方 等你绝对饿的时候用 于是 脱脏糖就被转化成了肝糖源 氨基酸就被转化成了蛋白质 脂肪也被肝脏转化成了人类自己的脂肪 要求得了乙肝 故事可就得改写了 肝脏发炎后 肝脏细胞大量死亡 肝功能受损 肝脏合成肝糖源 脂肪 蛋白质的能力就降低了 本来一天都合成十分了 现在可能只有七份 四份 甚至一份 举个例子 今天肝脏只存储了一份肝糖源 可身体需要五份肝糖源 怎么办 吃完今天存的那一份 再去吃四份以前存的肝糖源吧 肝糖源逐渐被吃完了 身体又开始燃烧脂肪 直接给细胞供应能量 老估计 烧一份今天存的脂肪 再烧四份之前存的 脂肪越升越少 人也就消瘦了 脂肪稍无可烧之际 蛋白质就被盯上了 身体开始消耗蛋白质 来供应能量 于是肌肉就这样被消耗下去 防御病也就登场了 乙肝病人出现消瘦 防御病的症状 你是不是也明白了呢 直接列出肝脏的五大功能 十大作用 太多了 沈乐军干不出来 直接列出乙肝几大症状 说报了 不是沈乐军的风格 沈乐军就喜欢这样 从功能说到症状 他要讲出个道道来 我牛吧 我摔吧 你爱我吗 下期回来 一样的手法 不一样的功能和症状 你等我